是的 春节下期虽然说算是结束了 但是春节的快乐氛围还在继续 大家见面还要说几句吉祥话呢 新年开工的郭富城 更是走到哪里都不忘 给大家拜拜年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我祝所有的观众朋友 身体健康 出入平安 财源广进 心想事成 身着糖妆亮相 沉浸在节日氛围中的郭富城 满脸的喜气洋洋 这个全家团圆的春节 也给了他前所未有的感受 非常非常的特别 因为自己成家了 所以整个过年的气氛 跟以往是完全不一样 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热闹 是我从来没经历过的 那么的快乐 那么的圆满 除了跟大家伙拜年 这一次现身 郭富城还表示 自己将为全香港的家乡人民 送上一个大红包 而这则跟他24年前的一段采访 不无关联 那么我希望到有一天 我将来结婚的时候呢 我才派利时呢 那么个个都有份 我说过的 全港的市民都会收到我利时 你说如果 你要我每家每家每户去派利时 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我就想 我把这个利时 要把它去捐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希望把一份祝福 这份心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我觉得这个祝福更重要 所以我这个承诺一定会做的 向所有人分享幸福的同时 将自己的小爱转化为大爱 郭富城打算换重方式 践行承诺 一边着手兑现往日诺言 另一边作为一名歌手兼演员 新的一年 郭富城也许下了一个新愿望 下月底就开始拍戏了 今年我准备要希望能够拍三部的电影 文娱新天地香港采访不到